我是上一次大首8月底的時候 第一次前面是因為這一次的前戰 然後我認為說在各個議題 重大議題的話 其實每個各組的候選人 他們都會對這個來發表意見 那我認為說就是在這一個 你這個節目上面 他們發表的論述 然後彼此的交鋒 這些都會不會 然後比免在投票上面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大家都會根據他今年的這個選擇表現 然後來去決定說 因為他這個人是否這個人 然後是否會想要來調補給他 所以你就會想要去做這個選擇風防大事記 以時間走的方式來去整理這個經驗 重大議題 然後在這個各議題 然後他們各式有哪一些主要的一件事 然後這一次 Reader他們也有提出這個證件 所以證件的這個平台 所以就是跟他們去交流 跟他們交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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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跟他們的這個專案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說就是 他們這一邊 會比較著重於說 在這件事情 跟他們上一階的經驗 是有關係的 那我這一邊的話 就是在定義上面 會在發的就是議題 那社會議題為為了 例如說像是 薪美威要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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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這一個這個事件的時候 其實是各種事件的 他們在這一開的事件 都會有一些有限 然後也會有一些方法 那這一些其實也側面的 那這一個可能不是單純的就是政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兩者之間的一個不同處 對 不過就分頭來是 也不再去 要一到二件 兩件